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洞息天璣》 身邊有唐中信師傅 跟我說黃大仙靈籤 師傅有100支的靈籤 現在倒數階段 很快 今天會繼續跟大家說 第一支是一支92千 一支中吉的籤 對 這支92千 中吉籤 我們習慣了 觀眾也知道 我們不只看它 中吉就加上 上下就下 特別是中吉、中平、中中、中下 我們一定要知道它的故事 然後分開四句詩 春夏秋冬 這樣解釋 我們這支92千的故事 就是指智仙師孔子 周遊列國 周遊列國 周遊列國去到哪裏 周圍參考別人的文風 文化 去學習 去到齊國 聽到他們走一種樂 他覺得很喜歡 覺得很好 他又去鑽研 三月不知家肉味 在廢寢忘餐 吃而不知其味 去鑽研 這個學問 終於被他掌握到 學習到 沒有開心 成功 所以中吉 由定目標 選了 對 定目標 很辛苦努力去專注 然後最後成功 變成仙虎後甜 而且吉 有一種仙虎出 後修成的效果 所以這支簽 基本上都是吉 辛苦 第三季最辛苦 熬完後 終於大功夫成 至少這支簽 看得到那一年 是有成功的機會 才不會說 今年全年只是耕耘 沒錯 但在耕耘的過程中 也很辛苦 無論求財 事業也好 都要先付出 不要計較 你一定的努力 一定的時間 就可以了 至於問其他問題 例如問姻緣 姻緣跟其他事不同 所有事情 努力就行 姻緣可能未必 所以大家要留意 如果有對象 你就要努力 加辯 受了挫折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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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可以 因為這支獨立 所以會努力 努力 反而問病 反覆更多 特別是在秋天的時候 而且可能會… 看這個病有多重 如果是重病 是有危險的 因為之前說過 重病是不會求得一支這類籤 不知道, 很難說 總之求到你就要作個福 不要見到中吉就說一定是好 最後應該是過關的 自身就自己忙, 增值 沒有大礙, 家宅都平安 好, 我們又看看另一支籤 另一支籤也是一支 故事也是關於孔子的 對, 但這支籤就扔回所有版本 就是不好的籤 下下籤 下下, 都是說孔子的故事 周圍去到另一個國家 各個國家的民風不同 有些比較順托, 上準一點 花費一點, 美美之音 我們聽過, 人風敗俗 去到哪個國家呢? 這次就去到鄭偉人 聽下去就說 一聽就知道這裡的民風不好 令人不好再甚麼呢? 令人去深入迷津 令人不入歧途 做些不好的事 不是努力向上那種 用現代語言來說 太新潮的美美之音 不是傳統的就不好 一個這樣的籤文 因為它下下到甚麼程度呢? 如果你受它的迷惑 入了迷津 那當然不好了 我們可以選擇的 如果你求到這支籤 你能夠是 一開始的時候 抗拒不去入迷 的時候 應該就可以人迷努力去改善 所以無論求財運也好 這個事業也好 例如求財 你就知道貪多無德 換不喪之就不好了 就是自己努力去正途 事業就是知道不好的 你就要痛改前非 改了不好的 再重新走入正路 但這個問恩園 會不會都很差 這個問恩園 就是很多假象 心不定 有花 五入歧途 所以如果有的話 都很一般 要看清楚才好 才好開始 如果沒有就等下 讀書就比較麻煩 因為這些是五入歧途的 切正象 對 就算五入歧途 其實五入歧途也不入意 叫他教他好的 不好的 容易學好的 難學 要很多的心機 時間才行 不要讓他出門 鎖他的家 讀書 不要讓他接觸那麼多 小人 因為這支是無數小人的簽 就算自己自身也是五入歧途 無論是大人小老歌 其實五入歧途也不分大人小老歌 都容易 受引誘 但現在健康 如果問問這支簽的話 如果問健康 只要你不要聽說 試一些新藥 新方法 用傳統的方法去調理 就會正常